而在年三十,不少市民一早就去到街市買菜,準備煮團年飯。 雖然經濟沒有之前那麼好, 不過市民都不介意花多些錢買些好些食材。 鮮雞、海鮮和瓜菜雖然比平時貴了, 不過相反都說生意好過去年。 李麗尚報道 街市裏面一早就冰滿人, 個個一代二代滿載而歸。 這麼辛苦都是為了煮餐團年飯。 在大除夕這個一家人團聚的日子, 享受豐富、溫暖的大餐。 經濟沒有以前那麼好, 市民買菜的時候會不會就著銀包省些洗呢? 一些主婦就說不會的, 因為團年飯一年一節, 一家人吃好些, 齊齊整整、開開心心感才是最重要。 買食班月格吳小姐, 預計今年用500元做團年飯, 比去年用多了, 不過都說不要緊。 六元兩,六元兩, 普通, 貴又不說是貴的, 現在的食物是不貴的, 事實上是。 一百十六元? 現在我買的那條魚都一百六十。 還打算做些什麼好食物? 雞呀,燒豬肉呀,冬菇呀,湯呀,菜呀。 八隻雞都出十幾元, 這樣不吃呢? 一年一次的事實就是這樣。 而有主婦就打算不煮飯, 打邊爐。 打邊爐快點嘛, 可能那些小朋友比較喜歡打邊爐。 做節點都要買隻雞, 雞檔的生意做不停手。 海鮮生生猛猛好意頭, 也成為搶手貨。 今年都可以的, 市道那麼差, 我都覺得可以。 早兩天都很差, 這兩天好一點。 教練方面都貴了, 因為少了, 沒有艇,開心一點, 這些東西都很貴。 哪些最受歡迎? 三馬哈, 人家喜歡游泳, 一年一次都不欠, 少了錢。 掛菜方面, 因為節日的關係, 價錢都上漲了。 通常都是拜神的東西, 連牛, 生菜那些。 拿錢貴一點點。 那年這些東西是很貴的, 番貨貴嘛。 那邊的燒臘檔也都人頭湧湧, 浸雞和燒肉就最好賣。 通常中國人的傳統, 都是比較燒肉雞拜神。 我們電視台記者李麗常撥導。